哈喽大家好,我是Zander 一年之前,2020年5月20多号 我录了一个给别人剪头的教学视频 那一年后的今天也是特别巧 我要给我自己剪头 我要录一个给自己剪头的视频 分享给大家一些给自己剪头的技巧 我现在的头显就是我刚才给自己剪完的 看起来还不错吧 我的头发已经大概有一个月没剪了 两边已经长了 今天我主要剪一下两边 我自己不是很喜欢把头发留的特别长 我比较喜欢两边比较短 这样看起来比较精神 所以两边很容易长长 我就要经常去剪两边 加拿大HIFACS这边剪头的话 给完小费加长税的话大概也要30多刀 那如果你去找中国人剪的话 基本也要20-45刀左右 比较高级的话也有7-80刀 100刀也是有的 但是还是比较贵的 所以可能很多留学生都倾向于自己剪头吧 给自己剪头呢 首先你要有工具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剪头工具 这是我的工具型 然后里边的话有梳子 发夹子 然后两个剪刀 一个是正常的剪刀 一个是牙剪 其实是去厚度的 然后这边呢 有一个盆壶 然后这个是清理头发的海绵 然后这个围部是很重要的 剪头的时候可能需要这个东西 要不然剪的一身都是的话不太好收拾 然后最重要的是你必须要有梯子 一会我剪的时候呢 我主要会用梯子去剪 这个梯子的话我是在国内买的 加拿大这边也有 但是卖的就用起来的手感感觉没有国内这个手感好 这个也是充电的对吧 然后也非常好用 感觉加拿大这边的剪头工具还是没有国内的先进吧 还是国内的剪头工具比较好用 我用的也很顺手 我给别人剪头都是用这用的 大家已经看到我这一套设备还是比较全的 平时的话如果自己剪的话买一个梯子就可以了 因为我是正了八经学我剪头的 我也剪过很多的头 然后差不多能剪过一百多个男头了吧 男女我都是可以剪的 如果有观众朋友在哈法地区想让我给你剪头的话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我可以免费给粉丝上门剪头在疫情过后 如果你想让我给你剪头的话 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我现在就开始剪 首先把围部给围上 维不维上防止头发渣子满哪都是 这身上不太好处理 我先从右边开始 梯子的话我用这个卡尺上面 三厘米的先套在上面 剪的时候手一定要把在这边 然后呢一点一点的从这边推过去 剪的时候梯子一定要贴着头皮 如果你不贴着头皮的话 很容易就剪的坑坑娃娃 有的地方长有的地方短 就很难看 而且也不太好修改 所以这个要注意 后边的话 因为我们看不见 所以我们后边也要是卡尺贴着头皮 这样往上剪 这样的话我会剪坏 一定要贴着头皮 这就很重要 右边差不多了之后呢 开始剪左边 和右边一样 左边也是要贴着头皮向上剪 边上剪的差不多之后呢 开始剪后边 后边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点点贴着头皮往上 注意手一定要是这样拿梯子 这样拿梯子比较稳 一点点往上推 整体完事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 然后呢两边比较短 边上的话我和两边过渡一下 所以我用剪刀去剪一下 我整体剪完基本就是这个样子 我整体剪完基本就是这个样子 自己修了一下 然后剪刀剪了一下 剪完之后 我用这个海绵 要清理一下 这样的头发 全都是头发渣子 洗完头之后吹干呢 我要打一点东西 这国内淘宝买的发泥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 还挺好用的 造完型之后呢 要开始用发胶定型 这个发胶 我是在加拿大这边的 Shoppress里面买的 定型效果还不错 看起来还不错吧 就是我自己给自己剪的一个头 我还是特别满意的 看起来是不错的 比较完美 大家有学到如何剪头了吗 如果你想让Zander给你剪头的话 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 在下面评论 疫情结束后呢 我会上门给你们粉丝剪头 所以这就是今天的剪划解决视频 谢谢大家观看 拜拜